有关恒大 我们刚才也谈过 星期五晚公布 不确定能否有足够的资金 履行2亿6千万美元的担保义务 可能会导致债权人要求债务加速度期 另外,他有两个美元债的 度负宽限期今天戒满 利息金额合共涉及6亿4千万 彭博发了一个分析的文章 他们的分析师认为 恒大即将要进行债务重组 如果债务重组触发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债务会暂停还债 就着这个消息 恒大今天低位其实见过1.98元 即是2元都穿上的 现在的幅稍微收窄了 你觉得短期内 他真的启动债务重组 从而不再还债 甚至是停牌的机会大不大? 停牌机会大不大? 不会小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你觉得我们市恒大这些股份 一日不停牌 其实你已经是赢价的了 你不要想着夹高 你不要想着夹高 就是一个逃生门 你最怕这些状况就是停牌 煎皮拆骨 然后算下数煎皮拆骨 然后把坏的债务全部不用还 可能债务重组 由30年变到50年左右 你估计公司的资产不用买一些东西 卖完之后可能两元也不值 值一元左右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些股份我们觉得 一日不停牌 一日都是已经赢了 那问题就是你如果还有货 你用什么心态去搏 我就想不到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刚刚你还有 好像有Vendy的想法 是不是这样 会不会停牌 我会建议你先走了 要不就不要听我说 我说的股票是完全不适合你 所以你问我恒大这些 不止就是恒大 1638、1777那些佳少业 花了年那些全部都是类似这些状况 但是花了年现在的停牌不同 它是出售卖资产而已 你想想恒大这一刻 连恒大物业708那些 都还没脱手的情况 情况一定是不乐观的 煎皮拆骨是预了 正如刚刚所说 为什么你会期望它能还到钱 但问题是还不到钱 但是怎样煎皮拆骨 我真的不知道 你现在唯一博恒大就是 博那么顺畅 就是一些正的东西 又不用卖出去 那些负债就是 跟谈定了 分次还债无赖 我觉得那个机会不大 这些真的是博富 所以我这一刻恒大 都没什么话要说 是